这可能是拳王最彪悍的儿媳妇了,一言不合就像婆婆嘴里色大便,对其连扇几个耳光,甚至连公公都不放过,一上手就是拳打脚踢,常常搞得鼻青脸肿,不仅如此,像对婆家咒骂也都只能算得上是家常便饭,连周围邻居看了都无一人赶上前劝阻,如此恶毒强势的行径却被拳王纷纷叫好,什么母夜叉是女侠。 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,一句我不打他们我就是畜生火遍全网,在山东临沂,有一个威风八方。 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的彪悍女子曹新柔,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,嫁给了二婚老公赵炳坤,可当她嫁过来之后,婆家人无一步叫苦连天,曹新柔在婆家,是婆婆见了浑身打哆嗦,公公见了到处躲,就连出嫁的小姑子一家都不敢踏足于此,曾经更是因为婆婆一句话让曹新柔听着不爽。 曹新柔上去就是一拳打在脸上,婆婆脸上留下乌青,还被曹新柔嘲笑像一只大熊猫,不仅公公婆婆天天被曹新柔追着打骂,甚至婆婆还说曹新柔虐待其儿媳留下来的孩子。 痛斥曹新柔如此行径,简直就是十恶不赦,无奈之下,婆婆求助调解类栏目求帮助,可没想到曹新柔在调解人员面前年更加嚣张跋扈,还肆无忌惮地说,都是我不好,赶快把我的脸拍上去,拍的时间长一点拍清楚。 然而这个放出狠话,把公婆打得鼻青脸肿的女人,为何在婆家如此嚣张? 而她的丈夫看到妻子殴打亲生父母又是什么态度?其实,曹新柔一开始没有现在表现得这么恶毒,反而之前的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又顾家的勤快女子,在曹新柔刚嫁进门时只有26岁。 老公是二婚不说,还有一个前妻留下来的女儿,可曹新柔从没有什么怨言,反而勤勤恳恳,家里什么活都会抢来做,忙完农活还会给一大家子做好饭菜,连丈夫前妻的孩子也一直又好好照料。 可是,曹新柔的任劳任怨并没胡搜周到婆家人的任何尊敬,反而还觉得她好欺负,于是,就开始对她的态度越来越恶劣。 曹新柔不仅要伺候公公婆婆,还要伺候故意叼瞒她的亲戚,尤其是两个小姑子,天天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,其实都是曹新柔一人在操持打理。 就连丈夫看不下去,想要帮妻子说话,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,小姑子们直接不满,并喊来他们丈夫连手都打起来殴打曹新柔,公公婆婆健壮不仅不拦架,反而一起上手,拽住曹新柔的头发进行殴打。 此时备受欺辱的曹新柔决定不再忍受,决定反击,只见她直冲厕所,抄手拿起了厕所里面的脚屎棍出来,就开始向婆家人身上招呼,小姑子健壮赶紧逃掉。 可公婆却仗着自己年龄大了,料想她定是不敢怎样,然而狗急了还咬人呢? 此时被压迫已久的曹新柔积攒的多年怨气在此刻爆发,直接拿起一坨便便就往婆婆嘴里面塞, 然后转身就把矛头对准公公,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,别看曹新柔只有一米五左右的个子,爆发力是如此强大, 直接给婆家人上了一刻了自己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,可万万没想到, 可婆家人竟然报警恶人先告状无耻到这种地步,于是民警闻讯赶来看到场面一片混乱, 但是看到双方各执一词。 警察一时间之间无法断定谁对谁错,最后通过邻居的嘴里得知, 原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曹新柔也不是第一个受害者, 之前曹新柔老公的第一任老婆就因为常常受到公婆的压榨和欺负, 还常常被打最终受不了选择离婚, 没想到曹新柔嫁过来之后,婆家人依旧死性不改, 再一次将手段用在了新儿媳身上, 哪曾想曹新柔并不是好欺负的主,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 了解过详情的民警,只能对其劝说一番后就离开了, 可公婆并没打算放过曹新柔。 不仅在外肆意宣扬造谣儿媳虐待婆婆, 还又找来的当地的调解人员来评理, 然而情况似乎并没有打架一事这么简单, 甚至还牵扯到了拆迁挂款的赔偿, 说是调解但更像是一个阴谋。 在此期间,婆婆见到曹新柔不爽, 竟然直接咒骂曹新柔的儿媳养不大, 曹新偷听后一怒三丈, 上手就是一拳打在了婆婆脸上, 即使调解员过来调解曹新柔也还不必会大方承认, 并称都是他自找的, 都说为母则刚, 自己受了委屈能忍, 可儿子受了委屈一步都不能退让。 更是直言, 我不打他我就是畜生。 是啊, 那个做母亲的能听到有人这样诅咒自己的孩子, 换别是别人应该也是同样做法, 曹新柔老公听后也十分生气, 没想到亲生母亲竟然会诅咒自己的儿子, 此时的他已经对父母完全失望了, 更是气得要和父母断绝关系。 然而, 除了这些家庭琐事, 此次调解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因为关于房子的问题, 因为据说村里的即将拆迁也会有一笔产钱款下来, 可户主的名字是曹新柔老公名字, 而曹新柔的婆婆和小姑子, 却担心这拆迁款分不到自己手里, 只能分到户主手里, 所以这婆家人心里一直在犯嘀咕, 可他们的小心眼却被调解员看在眼里, 于是向他们解释道, 拆迁款和谁是户主没有关系, 只要土地审批表上有名字的拆迁款都有份, 说吧曹新柔也让明确表示, 这个房子他是不会争的, 只能说婆家人的算计都已经写到了连上了, 小姑子还口口声声地说, 我们自己有房子不是来征房产的, 既然这样, 护主写在曹新柔老公民名下, 怎会做出这么大的反应, 有一次邓阳在家行动时突然晕倒在地, 幸亏送医及时才保住了性命, 不过医生警告邓阳必须减肥, 否则下次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, 再加上之前夫妻二人打算要孩子时, 医生也曾经劝告, 现在林月这个体重对孩子极为不利, 他必须减肥后才能怀孕, 有了医生的双重警告, 邓阳和林月两人才明白了事情的紧急性, 两个人决定先把其他事放下, 专心减肥再说, 为此他们重拾初心, 故地重游, 回到了那家相识的减肥中心, 在减肥中心, 他们又经历了一次节食运动的痛苦经历, 把之前享受过的口腹之欲都还了回去, 在重新经过努力后, 两个人的体重重新下降到180斤, 不过邓阳表示, 这个体重还不够理想, 在未来, 他计划逐步再减到正常体重, 从减肥中心回家后, 邓阳将之前的调料和厨具都扔掉了, 他下决心再也不在家里做美食了, 更让邓阳夫妇感到欣喜的是, 医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 医生说林月现在的体重已经不影响胎儿健康了, 两个人可以要孩子了, 邓阳说, 为了保护这得来不易的成功, 这次自己一定不会再反弹了, 并且在孩子出生后, 也要坚决教育好孩子, 不能让他和自己过去一样, 当记者问, 如果将来的孩子和他们一样胖, 邓阳会怎么办, 邓阳开玩笑地回复了一句, 那就掐死, 邓阳说这个话时当然不是认真的, 不过从这个态度也能看出他对肥胖的痛恨, 希望这次夫妻俩真的能改掉过去的问题, 不要重蹈覆辙了, 为什么美国人一声令下, 台积电就要跟从美国的制裁, 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, 其实还在美国人手里, 台积电干的还是代工, 只不过是高端产业的代工, 从美国与台湾的相对经济地位来看, 这种地位从来没变过, 作为冷战经济学的产物, 台湾就是美国的经济边陲, 美国人干金融支持, 产品设计的高端, 拿最多的附加值, 把干具体活的任务交给台湾, 现在, 台湾的经济数字不错, 在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, 台湾省仅次于福建省的5.44万亿元, 排在全国第九位, 但因为其人口比福建要少很多, 所以人均GDP较高, 基本相当于大陆一线城市的GDP, 台湾经济的整体性问题在于, 它是美国的经济附庸, 所以注定超不过美国, 从劳工阶级的收入看, 台湾劳工的收入, 是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中最低的, 不过, 台湾委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 为了稳定人心, 台湾委政府一直致力于压低基本生活品的物价, 台湾食品等价格比, 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更低一些, 但这也反过来有, 古建商农的恶果, 是以农民收入受损为代价的, 因此, 台湾经济的未来何去何从, 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, 但奇怪的是, 小英偏偏偏跟路易斯有着聊不完的话题, 久而久之, 俩人便从朋友发展到了恋人, 只是这段恋情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父母的反对, 毕竟, 黑人身体有病, 使乱中气等丑闻在前, 由不得父母不担心, 但路易斯这小伙很懂事, 直接把自己的体检报告递到了小英父母的面前, 至此, 父母终于放心了, 事实上, 当小英说要跟一个黑人结婚的时候, 只有父母和少数亲友没表示反对, 所以小英的婚礼上并没有多少人, 甚至外国人更多一些, 2016年, 他们正式结为夫妻, 婚后小英连续生下了两个混血, 一家四口的生活, 其乐融融, 即便身边依旧有人, 在不断质疑他们, 但小英却从未放在心上, 只是把心思都放在家庭上幸福的生活, 远胜过一切辩解, 唯一让小英有些不知所措的, 就是婆媳关系, 毕竟是不同种族, 婆婆的很多习惯小英都适应不了, 小英的许多形式风格, 也无法被婆婆接受, 好在有路易斯在中间斡旋, 倒也没那么差, 对于小英而言, 人生到此算是非常圆满了, 曾经不被人看好的婚姻, 被她经营得有声有色, 如今她也早已顺利考下了NBA, 工作再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, 尽管丈夫的收入不如自己, 但小英完全不在乎, 反正她赚的钱已经足够花了,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 虽然是移民到了美国, 但小英并没有忘记故乡和中国文化, 在教育女儿的时候, 她会给女儿讲自己是中国人, 并且给女儿讲述一些中国故事, 培养女儿的民族观念, 如今小英和路易斯还开通了社交账号, 不定期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相当舒适, 也许与黑人结婚是不被多数人看好的一件事, 但小英却用一份好运气选到了一份好婚姻, 因为还可以渐气选了一份好战场, 并且是黑人的事 digo是黑人的爱情地, 并且是黑人的带领来, 并且是黑人的故事也但是,